大家都有看过全台唯一的行动油车 但是第一代应该大部分的人都没有看过 土生土长的玉旅人陈国正 自掏腰包向他的好友购买了这台历史悠久的第一代油车 同时计划放置在即将开放的黑熊小市集上来展示 希望能够创造出人文和文创的产值 车体外观生锈严重挡风玻璃也有裂痕 这是全台第一部行动兵士油车 如今他即将重获新生 至于背后脱手这只黑熊市集创办人陈国正 他从好友手中买下背需油车 经过三个多月的打造整修 总共花了120万元 因为他第一代嘛 就造成很多人他们就是在找这台车 拍照干嘛 就是一个话题了嘛 而且这个东西也是玉璃人的回忆 所以我花了一百多万把它弄好 陈大哥说自己不是车迷也不是收藏家 只是当初跟玉璃镇租下了一块地 那块地就是在人潮多的桥头臭豆腐店旁边 所以成立黑熊小市集 想要让更多人看见玉璃小镇 而这台油车是玉璃人的成长回忆 70几年的时候还有啊 他反正就跑到70快80年的时候 才去换这样的第二达 就暂时来跑 很多人就说我神经病啊 就不要这样的时候干嘛 这东西就是玉璃人的回忆嘛 行动邮局邮中心巴士改装 从1980年成立到现在 目前已经换了三代巴士 每天循回193县六个里 提供除税以及邮务等服务 如今他依然是当地居民的好邻居 提供贴心的服务 无疑也是观光客造访花莲玉璃 必追的特色景点之一 记者高双双玉璃镇采访报道